臣起太后 扶着王留下来一室 众亲厌外后职 进前说话 这 你是怎么说话的 明知道皇上不在 找不着皇上是你万事不利 还当天要皇上天下圣旨 你这不是挑明了来逼我吗 臣不敢 不过 这旨里是包不住我的 这会儿宫里宫外 都知道皇上失踪的事了 已经闹得人心惶惶 尤其那些王公大臣们 更是吵着要亲见皇上 这样才能平息众仪 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要是见不着皇上了 族政传言是真 那更要闹得天下大乱 你可有什么应对之策 群情汹涌 臣死压也压不住了 唯一之策 就是当庭宣称皇上染兵在宠王 无法临朝逝世 或许还能拖上些日子 要是大臣们临绵上奏 要太许皇上了 那臣也实在没有办法 只有公开事实 历历心处杂 你说什么 国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又是大军在外 朝中无处 那岂不是一敌来攻 所以 所以 肃用新皇登位 方已坐镇江山 请太后赐旨罢 王公大臣们 还在殿外候旨 去吧 传大臣们进殿 喳 胡政王出来了 王爷 太后可是有遗址 要颁布 各位大人 准备功名新军登基吧 这拥立新军乃国之大事啊 王爷当请摄政王回朝 共议之后再做翻步 哼 多尔滚远在关内 朝中大事 就由我说了算 咱们尽点后旨吧 这官内刚传道旨 朝中就有个争备之路事啊 只怕那多尔滚 是将不服新军 会在关内 另立江山呢 唯臣者 回天无力 只有任他们胡搞去吧 没办法 走吧 臣恭请太后颁布遗址 太后千岁 吉尔哈朗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亲平身 我主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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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哈朗 你可知罪 臣不知身犯何罪 我当只有小孩子才会耍赖呢 原来做王爷大人的 也会死皮赖脸的不认账啊 要不要我把你昨天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说给各位大臣们听听啊 臣该当死罪 该当死罪 该当死罪 变罪了吧 那这顶带就可以摘下来 怎么回事啊 请太傅宣布 让众臣明白 吉尔哈朗 到底犯了什么罪 吉尔哈朗 谋事辱军 阴谋篡逆 罪在不赦 皇之饶命 皇之饶命 皇之饶命啊 弑君大逆 事数非常 吉尔哈朗 你是否还另有主谋 有 有 我也是受人支持的 啊 快说 是谁支持你的 是摄政王 夺儿魂 胡说 摄政王已在关外 已数月未回 何来咫尺之词 你别心存攀污 意图脱罪 母后 事关亲族家仇 不宜当庭审问 先将吉尔哈朗 暂时发肩 再做详细审问 嗯哼哼 嗯哼哼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